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集录像吧 最近好像也没什么人投稿 如果说你们有好的一个素材的话 也可以来投一下稿 就选这样的话 正常选这个吧 你要选味果的话就选这个吧 反正这个这个组合神起来是非常神的 连环月嘛,这个是稳扎稳打的一个组合神的吧 连环月就是缺乏一个爆点 他有时候你要裸摸两个闪 你得爆起来吧 但后续如果你爆起来的话 那你是非常非常屌的 因为是可以过到一大把草花的 然后一号位亮盘德盟 他就常救我们和七号位 然后二号位曹萨就不知道怎么 就出来跟他对爆了 然后这个驼子就出来了 反正就是队友嘛,一定要救 其实可能盘德他是有驼子的 出来一个玉月驼 老头配美女 老头配美女 他应该是要拿一个马 那应该是不动的 不跳身份了是不是 那看一下这个六号位的一个行为吧 我们拿白银狮子可能想让别人拿吧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拿一个雷杀 属性杀,因为我们是黄筒嘛 他拿了拿嘛,他不开 然后丢一张杀,不跳身份 其实这个行为 其实可以感觉 可以揍他了 感觉一次偏群一点吧 然后这个太子孙奔 这么一个摆将,然后拼了曹萨 不知道他要杀谁 这什么鬼啊 你不是拼贏了吗 拼贏了为什么不双伤呀 这张角还批不中 我感觉刚才是有黑桃的 他是没赏,他拿了一个赏 好像是 我刚才没注意到 如果可以放 不对呀 那不是有啥吗 我待会我再回 回过头去看一下 这个现在是没空回过头去看了 拴九杀不拴九杀 这个太子子也是个斗的 我们 其实这里 主角打得不好 这里 你肯定是 因为你手上是有桃子的 你有紧拿的 所以你是很容易过到桃子的 你知道吗 你应该把那两个草花 比如说把两个草花 至少把那一个 把那个草花给重铸了 就白鹰狮子 这个人王队我们还是要挂的 你桃子都溢出来了 本来你是可以连着杀的 是不是 那这个画佗 他是必须死的 脚屎棍 真的你操作一出来了 我们这是防一下二张 其实上次是有必要留的 因为你是旁统 本身旁统的话 他有时候缺牌 你说缺牌的话 你连一下 你可能就用不到杀了 你连一下的话 本身就摸两张牌 你连一下别人 你可能就一张草花 是不是 但是 但是你这黄烟鹰的话 其实这个就相对而言 是有那么一丢丢用的 然后四号位飞武 飞武 飞武 飞群 那应该是个蜀国 是个魏国 那个五号位的话 应该是一个 吴果和群雄 因为他刚才没有去 顺画佗的一个牌 去顺加一马 属于 其实也算不跳身份 但是可能说 更加偏 可能说如果说偏向的话 可能偏群一点吧 然后现在的话 因为 这个四号位去打这个 打这个太子齐吗 那 那五号位其实也是偏无的 是不是 就啊 我们是有两条命的 我们手上有两个桃子 带一个仁华盾 这个怕他 是不是 他最多他就是 因为他最多就是说 他去打他和太后和朱镕 知道吧 他不会 正常不会来打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有盾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 出卖掉 但是你 因为让他太后收的话 就得收四张牌 其实你亏的 就是 帮十斤 那这个 曹操感觉要冲了 你杀不是朱镕 朱镕又开AOE 这五号位 五号位是蜀国 那蜀国赢 五号位不是蜀国 一号位就跟拿马A死了 就是 我们还有两条命 五号位被A死了 然后这和他又被A死了 那又如何玩呢 A1杯 我们有两条命怕啥 中了 中了 然后何泰国他应该就不会敌你了 然后他读着你之后 那你肯定是心里面不舒服要去报复他 那你这个几人送死回来 这个莲华院还没进爬呢 天下怎么玩啊 当然也难说 因为周泰的一个主将我们不知道 一个不知道 是不是一个不知道这个主将嘛 第二个 他们状态还行吧 然后周泰很耕直 就把这个核桃杀死了也行吧 难道你主将很强吗 你们二打一不一定打得过 下他的马 那就本身就没去 没去就杀更出动 这个 饿不吃 这也是搞笑 真的是搞笑 我们现在是属于还有五滴血 这个点鬼 跟我们打的话 对爆他是吃不消的 我们就单个旁统 只要每个鬼 摸一张杀跟他对爆的话 他不行 我们还有任何还原音是不是 9 回炉再造 变废 对 你看你这个 他只要有爆点之后 他可以过到很多草 他在挠 就爽了是不是 他9丢了吗 丢个赏也行吧 因为有人弯盾 然后好像我们是有个决斗他的 所以我们这个留两张杀 来反决斗也挺好的 9啥子呗 这里不算鞭尸 因为我不知道他手上是不是吃口酒 或者说他是不是没丢决斗 我们再看一下 有些东西我还在那忘记 看一下他手上是什么 还真是决斗 突然就想起来了 他应该是有张决斗 那是靠我解说的时候 我都忘了 何况能 别人在玩的时候 他会不会刻意的去记呢 这选将 这选将的话 最优的肯定是这个组合 其次我觉得这个组合也挺好的 就三水马超里面 最惨的就是这个诸葛了 真的 老诸葛马超这个组合 真的是非常强的 然后其他的三水马超真的是 要弱 你知道吧 此时摸不到 摸不到杀 一个贴旗胖 胖黑 你配诸葛 配诸葛的话 基本不断杀 基本不断杀 而且可以胖 胖虹嘛 必中嘛 所以相当强的一个 他 我觉得这个组合比这个 呃 诸葛黄中 还强 诸葛黄中 他是距离的 吃距离 当然他不吃这个判定嘛 选了这个 诸葛二爷也挺对的 这个组合也挺强的 是不是 综合性最强的肯定是诸葛二爷吧 我们选的出来 拿一个赏吧 其他的可以拿 拿赏啊 看了个太子词 然后顺着他 我们是属于喜欢打先手的 哦 其实刚才 杀没必要留啊 你多留个赏 不得了 王一真的有大嘴 反正已经是有五胜了 打他呗 这种人就是蠢逼啊 他就二号位看了三号 你看 二号位对三号位置之比 之后对四号位进行乐不死 你这个明摆的是装身份啊 你把你把乐丢了不挺好的吗 你越是去打别人 我越我三号位我越要打你 因为你在给我拉仇恨 我就是就是这个一 这个三号位是二号位的一个加一吗 如果说三号位跟着这个二号位一起去打这个 打这个四号位 到时候四号位他报复的肯定是这个三号位 那那这个二号位就是坐伤光斧斗了 是不是 你把这个 所以你 势之比我觉得欠一句看软位一点 看了软位之后 其实说不定你跟三号位真的是你队友 但是你 他跟你是队友 你到底打不打他 你不打他 别人觉得你们是队友 反正不过然后在三号位的四角 他被你看了他心里不舒服 他要打你压制你 试探你 是不是 但是 诸葛还是看了这个 不是 你不还看了诸葛 然后 我 九杀了 就ả酒 车了 然后 然后 我好好抱抱他 It's like 刚才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这个是不排除他们是一伙的 排除这个二号位和三号位是一伙的 我们看到是一个太子词 三雪太子词 这个牌肯定需要的 然后开个屋中 拿马 曹操曹操操操 我们这其实可以去杀这个干脚吗 还杀不杀不杀也可以 曹操怎么打 曹操偷我们也行吧 反正随便偷是不是 那三四号位三雪不卖 吃了个菜顺便 那断水呢 其实都行吧 何等受死 没有黑淘牌那是爽歪歪啊 所以太子词顺便那个组合 呃 四雪 正常四雪 就起 就是优势是七 然后这个 三雪的话就求爆嘛 其实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就是 就是有发挥吧应该这么说 你根本存不足吧 他是不是少杀了一刀呢 八号位 就少杀了一刀 其实本来我们去压制这个太子词的时候 如果我是太子词我第一个回合 我看情况我就像这样 我亮个孙符我就打主 去讲 反正你 反正你 反正你三雪不卖嘛 你三雪不卖 你 别人可能也就会去打你了 我们的组合可以刷打四雪下 非常强的一个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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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梅 太子之低凤 太子之热 没必要去短兵吧 不是 没必要去奉训吧 直接 先 杀这个二号位短兵曹操不就得了吗 看个球 直接揍他不得了 他是看守牌吗 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真的是看守牌 这杀我红牌我没必要拿 先一代佬 太子万剑 杀吧 我 脸匠 是个点呼 我说了 他其实二号位和三号位 是可以失纪活的 但是 三号位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在 在设计陷害他呢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问题 你首先你要让你的队友明白 你是他的队友 那他会跟你一起去打这个 那你不是为过他 你跟他不是一队友 你不是照样可以那么打去陷害他吗 是不是 这个 这个荒马是一个失误吧 你是个光鱼 为什么要晃那个黑马呢 是 红马不挺好的 这个点尾去打这个 丁 丁凤是应该因为 他刮伞尖吧 他不开心了吧 因为你刮伞尖 诸葛正常 虽然他逼不到自己 因为诸葛他是批不到自己的 第二个 他有周泰 批的也不疼 那最疼的就是点尾他自己的 是不是 点尾他批的他就疼了 不行 周泰真的被批的 为什么一直喜欢拉人呢 虽然你现在不缺盘 但是没必要去拉是不是 或者说你只是为了发动一下技能 你吃个桃子过 看 试爆炫到真的是爽啊 你两边怎么打你肯定是赢不了的 就我们现在四血跟这个点尾打的话 你可以打的 而且点尾应该说是被这个丁凤打得很难 你看 你已经放弃了 所以他他也会去闪打这个丁凤 所以他他也会去闪打这个丁凤 你已经放弃了是吧 他已经放弃了,本身就是一个白王,那我们以9杀这个张合不得了吗 那他正常现在是很难赢了,下面再来一个9杀,可以,顺个手牌 或者直接的开拿马先也可以,因为他是命死的,你先开拿马,他如果出了一个要杀,然后你出了他手牌也要杀 这他还怎么赢啊,一个白马 这主要他手量了,但是也拉了手牌了,但是没能广 是不是,然后本期这个视频嘛,就录到这里,最后就谢谢大家